今年初起,美心集團登記了便當日子,香港美心拔絲連熔月餅,Eisen,TUCKEE原中鴨子及康備等雙標。 報導的說法是,由於去年被標籤為南店,生意受到打擊,因而需要創立新品牌。 令脈出路,大家都知道,從去年下半年至今,絕大部分的餐廳生意一落千丈,是不是南店,恐怕關係不大,就是黃店,也分關門大吉,大家落旗艦強美心善型新品牌,在餐飲業的世界,美心是一哥,大家落0341是老二,這是供應的事實,不用解說,可是,大家到處都見到大家落快餐店。 然而美心MX快餐店,又或者是美心大酒樓,數目卻少得多,就是大快活0052,數目也遠比美心多得多。 當然,大家都知道,美心有很多品牌,例如星巴克,元氣壽司,千兩,東海棠等等,上期官方網站,幾十個品牌,肯定是有的,在餐飲業的世界。 人所共知的資訊是美心善於經營新品牌。 但單一品牌方面,卻比不上大家落,反過來說,大家落也有一些其他品牌,可是這些品牌卻遠不及旗艦品牌成功,打不開局面來。 美心集團的檔次比較高,有一些品牌,是中高級檔次,這個檔次的分店很難像星巴克般大開特開。 畢竟,檔次越低的餐廳,有機會開更多分店。也許更加賺錢,簡單點說,美心集團常常開新品牌。 因此,登記新品牌也是慣例,是其基本策略,根本和黃藍,生意好不好,且不上關係。 再見,再見。